泰山温载镇市地重化区开发期间 许多私人停车场陆续车场 造成地方停车未难求 市议员宋明宗未疏解地方停车需求 当时便向地震局及交通局要求 新建多处临时停车场 日前由于明治路三段这里的停车场 因地震局失作改善工程暂时封闭 将造成附近住户停车问题 另一位洪梦海与市议员宋明宗 联合服务处办理会堪改善 明治路三段351项那边的停车场之后 地震局会收回去做一些改善的一个工程 那预据这边汉口接汉 新北大道这边的文小一的一个停车场 会做一个靠外侧的这一部分会做一个开放 泰山区公所经舰客长张艺祥指出 为解决地方停车需求及因应亲民廉价问题 感谢立委和孟海及市议员宋明宗联合服务处 争取新北大道与汉口街旁的文小一用地 新建临时停车场 整个文小一大概是300多台的汽车 然后100多台的机车停车格 那当然这中间可能会有一些那个微调部分 可能交通局之后再发布的时候 以他们的那个发布的那个说明为准 泰山区公所经舰客长张艺祥表示 文小一停车场将赶在清明廉价前开放 届时将可以提供300个汽车格及100多个机车格 以因应地方停车需求 记者虎宣泰山采访报道